AI之后的产业创意 我们来谈谈地产的代销业 一个变动的时代代表是我们不熟悉的时代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时代 正在经历一个很大的变动 变动的年代地产代销产业怎么定义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那我们自己在做设计的人 怎么样子用很简单的话 定义我们自己 这个是重要的 另外一个是可能要用很简单的话 定义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件事 是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如果你的事情通通都扒掉 剩下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说不出来 其实我们很难在变动的时代去应变 因为我们站不住 那我自己尝试说 如果是我 我反过来 从我是一个买房子的人 我怎么样去定义 准备要把房子卖给我的人 那我就试着从这里开始 这个房子叫做雪堂 那其实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雪堂 东坡曾经写过一个雪堂记 他说四堂之作也无非取雪之事 而取雪之意 无非逃逝之事 而逃逝之机 那这个读起来有点饶口 到底是什么意思 讲成白话文的意思呢 就是说雪堂的建造 我不是要取雪的态势 想要取雪的寓意 我不是想逃避世界上的事物 但是我想躲开世界上的技巧 对我来说它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常常 包括我 如果有人说他要设计一个东西 准备要卖给别人 常常去想到的是这个 要很气派 要看起来很贵 其实这个都是态势 其实很少有人真的去想到寓意 那个寓意是比较难 但是很重要 因为那个一打就会打到心里头去 所以这个寓意必须要去知道 我们大部分想要卖给人家的都是事物 可是没有要卖给人家 他想逃开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他觉得不舒服 这是我家的楼梯 墙上的字是我母亲的字 这个楼梯除了 它是一个三层楼的书架以外 那个角落 最尾巴的那个角落 有一幅横幅的字 不是字 是一幅画 上面有字 那幅画上面呢 有一栋小房子 这一幅画 我已经收藏了大概将近三十年吧 它是诗人罗清先生的画 它在上面我没有拍出来 远凡是小楼的梦魂 那我一直很喜欢这幅画 所以我不管搬到哪里去 我都把它挂在一个 我每一天要经过可以看到的地方 这个大概就是会买房子的人 他其实不管他表面上怎么说 他中间有一个原因 他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是他的血糖 也就是他的远凡 他买了一个这个小楼 这个小楼它是梦魂 所以我想从这里慢慢的来进入 我们今天开始要讲个讲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